今天我们开始讲恩格斯的哲学思想 上一次课我们讲完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那么这一次我们开始讲恩格斯的哲学思想 那么我们要学习恩格斯的哲学 首先有一个如何看待恩格斯哲学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从19世纪末就开始提出来了 就是如何看待恩格斯的哲学学说 而在整个的20世纪当中 在整个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中 这个问题是不断地被提出来进行重新思考的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如何看待恩格斯的学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恩格斯比马克思多活了12年 多活了12年 那么在他比马克思多活的这12年当中 西欧的这个社会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西欧社会整个社会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么恩格斯在这12年当中面对这个西欧社会的变化 所以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 也研究了很多新的问题 那么恩格斯的这样一个研究 对第二国际的思想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个百恩斯坦就第一次提出来 就是说恩格斯实际上在晚年已经修正了 他和马克思在早期的这样一个思想 而他是恩格斯的思想的继承人 所以这样就是在对白恩斯坦的批判当中 就首先提出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那么作为这个当时的左派就主张回到马克思 就认为了这个革命的形势还在 所以主张回到马克思 重新思考这个马克思早年的这样一个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比方说当时第二国际最著名的左派思想家 罗沙卢森堡就提出来 明确提出来要回到马克思 而这个百恩斯坦就强调恩格斯的这样一个晚年的思想 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第二国就提出来了 那么在整个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 这个问题不断地被提出来 在一碰到革命的时代 革命和和平交替的时代 那么就会提出这个问题 所以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开始 西方马克思主义明确地提出来 回到马克思 然后到五十年代 就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列斐福尔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 那么到现在 由于这样一个问题的真正的 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两种传统 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传统 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传统 一个科学传统 这就形成了两派之间的区分 这样一个真正的移植到现在 伊兰的存在 那么对于这个二十世纪当中 所提出来的恩克思的哲学研究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 第一个就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 对恩克思哲学的不同态度来思考 就说严格的来说 对恩克思思想的质疑主要的是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家 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质疑恩克思的哲学 主要的是为了强调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批判性和革命性 认为恩克思在他的晚年 很多思想是和他们的早期思想 特别是和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思想是不同的 那么这就提出了马克思和恩克思哲学的关系问题 那么从恩克思的晚年思想 然后追溯他早年思想的起源 认为恩克思和马克思从来就是这个思想就是不一致的 是有差别的 是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走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评价和研究马克思 研究这个恩克思哲学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提出来的 但是在东方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 却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就他们始终把马克思和恩克思啊 看作是一体的一体的 而且呢主要是通过恩克思的思想 尤其是根据他的反度理论 路德维希菲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等著作来了解马克思的全部学说 这个列宁啊 曾经把这个恩克思的著作作为理解马克思的观点 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入口处 他说要正确的评价马克思的观点 无疑必须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 弗里德里希恩克思的著作 不连读恩克思的全部著作 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 也不可能完整的闪述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我们在上面标的一句话 也就是说他学习这个恩克思啊 强调学习恩克思著作的这样一个重要性 那么在这个马克思和恩克思的通信集当中呢 他同样的强调 就说恩克思和马克思的哲学创造了 他们是有共同点的 他说他们的共同点 他说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表达的话 那么在这样 他的这个中心词呢 就是辩证法就是辩证法就是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 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 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历史 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功能阶级的政治和策略 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实际上呢强调了 马克思恩克思思想的这样一致性 而且他还强调 把马克思和恩克思两个人的名字 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名字 并列在一起是很公正的 列宁的这个思想 就是说这个对这样一些对恩克思思想的一个评价 长期主导着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恩克思的思想研究 也对中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了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一直到二十 可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 也就是说从二十世纪初 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 我们国家一直是沿着列宁的这个思路 从这个恩克思的著作来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通过恩克思的《反都林论》 以及路德维希菲尔巴哈哲学的《终结》 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 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观点之后 开始思考恩格斯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差别问题 这个问题才出现 那么这个问题出现 中国学者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对恩格斯哲学问题的思考 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有差别的 是有差别的 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哲学家 在提到这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差别的时候 他们当然就是说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复兴马克思主义哲学 复兴马克思哲学 就是他是和整个二十世纪的哲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就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 因为这个西方的这样一个 由于这个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而这个历史维吾主义只是一种方法论 然后呢就消解了马克思的本体论 认为马克思自己没有本体论 那么这样一个学说呢 作为这个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说呢 他是为了思想家来说呢 他是为了强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性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 他又消解了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这样一个哲学性 也就是说当他去掉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哲学本体论以后 马克思主义就自然就说作为哲学本身的这样一层意义就给消解了 那么由于这样一个消解 由于这样一个消解 所以呢很多人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啊 只是社会主义学说 只是一种运动而不是一种哲学 就把它从哲学当中排除出去了 那么另外一些思想家呢 又去想用这个新康德主义 用马和哲学 就是用各种各样其他的哲学 来弥补马克思的哲学 那么这就提出来 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哲学 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哲学 对于这个问题呢 为了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呢 就是重新联究马克思的这个本体论问题 本体论问题 来通过这个联究本体论的 来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哲学 所以当时提出来回到马克思 它是和这个复兴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但是它最主要的还是要确理马克思 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批判的思想 和批判的思想 所以呢 他们是把这样一个马克思的哲学 用于这个政治批判 用于意识形态批判 强调它的这样一个侧面 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批判 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这样一个思想 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探讨马克思恩克斯学说的差别 在探讨回到马克思而反对恩克斯的时候 所提出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那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相比呢 就是说中国学者提出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为了复兴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为了复兴马克思主义哲学 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之路 这个开辟马克思主义学术之路呢 实际上呢 在中国来说 它有两层含义 有两层含义 一个呢 是要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 就是它在相当层上 是要批判马克思主义的 这个哲学教科书体系 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 通常的就认为了 它是这个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啊 这个马克思主义 这个在各个院校教书普及的时候 它相当层上受到苏联的 这个哲学的影响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以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个教科书代替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一个啊 刚好是这个 就是说是禁锢了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走向现实 不能走向现实 也不能繁荣起来 那这个呢 可以说是 如果要破除这个哲学教科书的体系 破除苏联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那么就要复兴 重新研究马克思 所以实际上呢 我们在讲这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要复兴它的学术的时候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是对准了这个 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变成一种政治工具 就是不断地对这个政治啊 进行散词 上面有一个什么文件下来了 然后哲学就去对它进行认证 而是要强调哲学本身的这样一个 它自身的这样一个批判功能 批判功能 所以呢这个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呢 那么这个这两个问题提出来 就是都是为了这个学术的这个繁荣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它是一种学术 它有科学 有真理 有它自身发展的这样一个独立性 所以这样一看呢 就是说实际上啊 如果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 特别是中国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这个道路来看 那么就说研究恩克斯的哲学呢 就有一个如何反思 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道路的问题 特别包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道路的一种反思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就是研究恩克斯的哲学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呢 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来思考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来思考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 研究方法的问题 研究方法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思想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怎么看待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 这个哲学创始人就是马克思和恩克斯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他们思想 以及他们的关系 也就是说是把马克思和恩克思想 看作是完全统一的 是同一个人 或者说呢 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 这个恩克斯只是他的助手 只是他的助手 就是说以马克思来代替恩克斯呢 还是说强调他们之间呢 是有差别的 各自有 这个各自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做出了不同的贡献的 这实际上是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方法问题 就是承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也是有个性的 也是有个性的 那么用前一种方法呢 实际上呢 也就是我们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研究当中所采用的一个方法 所以你们看以往的这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科书 我们通常的这个 撰写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中 马克思和恩克斯是不分的 就是从 只是在他们早年的道路上 会有一个区分 马克思是什么道路 恩克斯是什么道路 但是呢 没有对他们的哲学 做出这个区分来 而且在他们以后的发展道路上呢 也没有做出来 那么只是在马克思去世以后 那么恩克斯发表了怎么著作 那个时候才显示出恩克斯的 这样一个哲学思想 那么这样一种方法呢 按照这 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教科书方法呢 那就说 不允许把马克思和恩克斯分开来写 分开来写 把他们看作是一体的 那么从这个他们各自的差别和各自贡献来看呢 也就是我们这本书所采取的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在这个方法当中呢 就是说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不仅有他们的共性特征 就是说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这样一个共性特征 同时呢每个哲学家由于他们的气质不同 他们的知识结构不同 他们的兴趣不同 所以呢他们的研究啊 他们的成果呢也是富有个性的 富有个性的 所以这样呢就是说 我们这个书呢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方法 那么这种按照这种方法来研究呢 恩格斯啊就不是马克思的影子和助手 不是当做啊马克思的影子和助手来研究 而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格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研究 作为这个那么这样 那么既然是一个具有独立的 独立性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恩格斯呢无疑有自己的哲学见解和哲学贡献 这一点就决定了他和马克思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别 当然这不是说他在 他们在这个哲学思想上和哲学研究的理路上 那么他是完全对立的 也不意味着恩格斯是否定了马克思 而是呢刚好是通过这样一个和马克思哲学的差别 差别啊来成为这个 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哲学 所以使他成为整个从马克思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思想当中啊 非常重要的一环 非常重要一环 那么在这个两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说我们主要是从后一个方面 也就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这样一个方面 从他本身的学术性方面呢 来谈论马克思恩格斯来研究恩格斯的思想 来考察恩格斯的思想的独特的这样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 他的独特的贡献 来展示恩格斯哲学思想的个性特征 个性特征 当然恩格斯也和马克思合著了很多著作 有一些共同之点 那么我们呢 主要是从这个两个人互补的这个角度啊 来进行考察 来进行考察 这是我们呢 这个联究恩格斯思想的一个主要的理路 而对于他的前一个方面呢 可以说不是我们这儿讲授的论物 就是说怎么看待恩格斯 那么这是一个学术介绍性的问题 是一个对整个20世纪哲学的一个反思的问题 不是我们要介绍的 我们主要是从这个马哲史的这样一个学术理路上来介绍 这也是我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讲的 就是说我们介绍的 我们这个教科书所要反映的是什么 教给学生的是哲学是思维的规范 是一种思维规范 而不是问题 如果是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放着联究课讲 不应该放着这样一个 这个本科生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抽入门的这个课堂上来讲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呢讲一下 就是我们是从什么角度来研究这个恩格斯的这样一个思想 那么在研究恩格斯思想之前呢 我们把我们这个部分要学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些著作和这个问题思考题啊 我们讲一下 在学习恩格斯的这个著作的时候呢 本来他早期也有很多思想 还有和马克思合著的著作啊 这个我们会讲的 但是呢 有些跟马克思合著的比方说 德意志意识形态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神圣家属啊 就是这样一些著作的 可以说这个我们在前面呢 已经列了 所以我们现在开的呢 就是特别能反映这个恩格斯的哲学贡献的思想 我们在这个前面标题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看 恩格斯的这个哲学思想呢 我们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系统散发及其发展 就是说恩格斯一个很大的贡献 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啊 系统 理论啊 着了一个系统的散发 这是他很着注的这个贡献 那么这样一个贡献呢 他着重啊 反映在两本书里面 第一个呢 是路德维希菲尔巴哈德鲁古典哲学的终结 那么这本书呢 这个恩格斯啊 对他和马克思的思想 发展过程 以及他们的基本观点 着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叙述 着了一个比较系统叙述 他特别啊 把马克思和他的思想 放到哲学发展史 特别是从近代哲学 向现代哲学 转换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评价 这个我们下面呢 会重点讲这样一个思想的 这个思想涉及到什么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 他究竟是近代哲学 还是现代哲学 所以这个问题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我们下面要讲的 第二个呢 就是反杜林论 反杜林论呢 恩格斯可以说 在这本书里面呢 因为这个杜林是一个构造体系的 是一个这个喜欢构造体系 而且他已经构造了一个体系 那么为了批判杜林呢 这个恩格斯呢 不得不促进他的体系的各个方面 那么其结果呢 就对马克思的这个思想的理论呢 做了一个系统的这样一个论述 也就是说提出来一个和杜林的体系 完全不同的体系 当这个体系呈现的时候 本来不是为了体系的 但是却以这个把马克思 以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思想呈现出来了 那么通过这个反杜林论呢 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是怎么叙述这个马克思的这样一个 就是他和马克思的这个基本思想的 也就是说怎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些 很多关于辩证法唯无论的一些思想 所以这个呢我们也会介绍 还有一个呢就是恩格斯关于这个他的自然辩证法 我们说马克思想及其发展 及其发展的就是自然辩证法的 可以说是恩格斯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部分 特色的部分 他的很多思想直到今天啊 就是我们在思考这个世界的物质运动 思考这个生态问题 很多东西啊还有值得可以借鉴的 而且也是现代这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资源 比方说当时他们对这个当时的一些自然科学家的这样一个评价 包括他和这个当时的生态学商理论家之间的这样一些关系啊 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原来没有发掘的 那么现在呢都被这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发掘出来了 重新研究 我们原来可能只注意到他们的原理部分 而没有注意到他们和思想家的这样一个分析的部分呢 这个呢我们到时候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也会展开讲啊 可以看到这个恩格斯这个思想的一个现实意义啊 结合他的现实意义来讲当时的这样一个思想 还有一个呢就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这一部著作呢 和他早期著作相比啊 早期的恩格斯是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就是通过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 就是进到了对这个德国哲学的一个改造 这样呢使这个政治经济学啊 也成为后来他的这个思想呢 影响了马克思 所以马克思开始这个写作 1844年经济学手稿 就是开始研究经济学 那么这就形成了他和马克思在早年啊 一个研究哲学的一个主要的路径 就是通过批判这个古典政治经济学 就是以古典政治学批判的这个思路啊 来考察提出生产利益生产关系啊 来研究这个社会历史规律的问题 这个我们上一句讲了 就是马克思的这个生产力概念呢 实际上是从这个 对这个古典经济学的这样一个批判里面来的 它不是说从以往的这个哲学的思辨里面抽象出来的 而直接是借鉴了这个政治经济学 这样一个特别批判政治学的这样一个成果 对这个人的经济学